接着回到台湾 带您来看福光大学全台独创 以农历佛旦节作为校庆日 今年迈入创校23年了 特别以多元活动的方式来缅怀幸运大师 同时福光山住持新宝和尚 也亲自来到了校园和师生同乐 热闹摊位吸引人潮 福光大学创校23周年校庆 今年特别以多元魔化活动 缅怀开山幸运大师 而福光山住持新宝和尚 也亲自来到校园 为师生开始免疫 大师建立生团 大师有一个人道的理念 就是说你不要想 佛教可以给我走 你要想说我可以 为佛教做什么事情 那么同样的 在学校也是一样 你不要想说 佛教大学可以给我走 当然除了教育之外 上课之余 我们也要想 我可以为大学做什么 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众生 我们每一个教旨员生 都能够知道 我们佛陀 我们人间佛教 他在这个 本心的怎样去 让他能够自身洁净 净化我们的人心 能够再让自我更自在 同时呢 也能够因为这种 自立利他的心 慈悲智慧的心呢 感恩在心里头 精彩社团演出 看见佛光大学 给予学生的多元学习成果 感谢新运大师 提倡以教育 培养人才理念 荒山蓝阳别院住持妙琴法师 代表主持 欲佛祈福会 向师生传递佛陀成道寓意 美丽大众 借由欲佛 进化身心 找回佛性 透过为他人服务 弘扬人间善法 新闻士林军艺 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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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